我很长一段时间 都一直在反复地在听这首 Baby Dasvidania 对 一开始先吸引我的是那个俄语 然后又是普树老师写的 这样 因为我之前又在乌克兰读过书 所以可能我对俄语系的语言 相当于说会比较有点 感觉好像跟我是不是有点关系 然后就去听 你好 你好 你可以帮你 好 好 就是 再见 他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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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拼不对 因为每次我老师叫我名字 他说你的名字叫 池子乌萨 萨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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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 老师 这是谁 我听完 Baby Dasvidania 就觉得好像跟什么歌有关系 唱着唱着呢 我就唱起了 我觉得很合 所以我觉得唱了一段《红梅花开》 我们音乐学院我学的是男高音 唱的作品也都是一些古典作品 而且我们音乐学院是个古典音乐学院 我们音乐学院两百多年了 所以我一直都还挺想在流行音乐里加一些古典的或者是比较偏古典的一些唱法 包括《大鱼》最后那段音唱 也是流行加到每声的哼唱 很多人对古典的第一印象就是 好奇怪 我也听不懂 好奇怪的唱法有那么大声 可是到后面你去听到很多古典乐就是非常好听 甚至很多古典乐你用流行唱法去唱它也很好听 把流行跟古典稍微做一点点结合 这是我一直想尝试的一个方向吧